天津德云社相声春晚已经开始彩排录制 德云社的一众演员也都将齐聚天津 1月4日晚天津新闻频道还特意探班相声春晚 带来最新路透 在采访时孟和唐表示 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作品 不光是相声作品 还有歌舞方面的展示 希望能给天津的父老乡亲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而且岳云鹏还表示 据他所知相声作品99%都是新的 听到岳云鹏的回答 一旁的副总阮云平还抖了一个小包袱 你是那1%吗 一旁的孟和堂出来帮腔挡 岳哥的作品也是新的 岳云鹏则表示有一两个老包袱也正常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新的作品 在这个舞台上展现 不光是相声的作品 还是舞台啊歌舞啊 我们都有所展示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作品和舞台 能给天津的父老乡亲 天津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据我所知相声作品99%都是新的 你是那1%吗 不不 岳哥的作品也是新的 有那么一两个老包袱也正常 对对 不得不说相声演员在一起真是的欢乐无限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原来岳哥也怕副总啊 被副总提问岳哥也含糊 除了相声表演 副总鸾云萍还表示 整场演出全是节目 除了相声表演外 还有跨界的歌舞 例如张赫伦将和梁龙老师 一起合作歌舞表演 连蹦带跳的非常的欢视 看到副总的剧透 岳云鹏也表示我们还请了张学勇 但没有请来 说着说着小月月自己 都心虚的笑了 全是节目 然后这里边有不少的相声 还有跨界的歌舞 比如张赫伦老师和梁龙老师 连蹦带跳的是吧 我看都挺欢视的 可以剧透吗 非常的热闹 非常火爆 对 请了张学勇 没请来 请了 请了 都没来 据悉今年的天津相声 春晚德云社主流的演员 基本上都已经抵达了现场 向于千月云鹏 孟赫堂 周九良 鸾云平高峰 张九龄 王九龙关九海 秦潇贤 何九华 杨九郎 刘晓廷 高小辈 还有相声明家 刘伟田 立合时赴宽马志明 四位老前辈 如今都已经抵达了录制现场 除此之外据透露 秦潇贤也将和孟赫堂合唱一首歌曲 而且采访当天秦潇贤 还提前收到特殊生日礼物 是一个鸡腿抱枕 寓意着为秦潇贤新的一年努力工作加鸡腿 除了德云社的徒弟们 最受关注的还是师傅郭德刚了 自从去年出现了天津春晚郭德刚镜头被删除后 许多网友也纷纷猜测 老郭是被封杀了吗 估计今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据悉今年郭德刚将出演三个作品 一个是跟麒麟剧社合作的京剧表演 一个是跟老搭档于谦合作相声表演 最令人期待的还是跟儿子郭麒麟一起合作的演出 如今天津相声春晚 已经成为天津新的文化名片 有了德云社的加入 也让更多的德云社粉丝们所关注 而且今年的天津相声春晚 将在大年初二晚七点三十分与大家见面 错开了春晚竞争激烈的时间段 相信收视率会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据周九良透露 今年跟孟赫堂合作的相声节目 是去年相声节目的姊妹片 内容比去年更加精彩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先回顾一下 去年孟赫堂周九良的相声节目 相信你会更加期待今年孟周的相声节目 感谢观看